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不是只有在看到事情的热闹 也可以看到事情的门道 因为节目是由工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资金也来自于大众的募款 也欢迎大家能够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可以持续的运作 可以持续的经营 也为大家去访问更多更好的内容 我想这段时间一样就是疫情期间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讨论过几次 在疫情下面的一些台湾生活的状况 或是其他国家生活的状况 还是要提醒大家真的是不要随意的移动 要保持社交距离 要戴好口罩 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你的家人 保护你的家人也就是保护整个台湾 好 那在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状况 就是你知道吗 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还是有工会在罢工 那他们为什么要罢工 他们罢工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还在疫情的状况底下 还是要进罢工 那这样的状况底下罢工还会有人理会吗 所以今天我们要到公库一个很棒的很重要的单元 叫做Report Story 就是邀请公库的记者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在线上的所见所闻 先要跟他谈的这个议题就是 美利华高尔夫球场的罢工事件 龙景你好 你好 对 今天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公库的记者吴龙景 不过在访问龙景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有关美利华罢工的影片 两次去球场盛会的总统 我们的蔡总统在2017年 甚至来到我们LPGA的活动现场推干 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的蔡总统 你觉得美利华球场美不美丽 这都是这群工人 每天顶着大太阳 光风下雨都还是会去 维护了这么好的草坪 但他们的老板 两度啊解工会 大量解雇我们工会成员你在哪里 你不要只会到球场推干 享受美好的风景 但是对于工人抗争被老板打压的时候 却不理不睬 第一次罢工之后 我们的工会要的真的不多 我们只是希望工作权可以有个保障 我们每一个人对球场都有感情了 每天这个时间上班 凌晨三四点就是我们今天苦行出发的时间 这是我们习惯的生活 这是我们爱护的球场 但是这个工作权要维护是不是非常的困难 是 我们罢工协议去年被跳票了 政府告诉我们可以去裁决 我们的裁决也赢了 政府告诉我们可以去主张违约金 告上法院之后呢 我们的雇主美丽华资方不断团协跳票 裁决也遏止不了他的恶行 竟然祭出企业并购恶法 结果我们还我们这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成员 今天罢工第十天 资方毫无诚心到什么程度 两次政府邀急劳志双方的协商 他是不是都缺席 都没出息 都没有出息 我们的政府在哪里 疫情很严重我们都知道 但是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在疫情底下 不要只有劳工是最大的牺牲者 可不可以 那也许我们请同请先告诉我们 这个美丽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大部分都只知道 它是一个百货公司 可是它其实也有一个高老夫球场叫做美丽华 它通常在办什么样的活动呢 为什么他的员工要发起罢工的行动 美丽华高尔夫球场 它是在这个新北市的领口区 那号称是全台唯一做就是36栋的高尔夫球场 那一般的球场大概都是18栋这样子 然后基本上每年这个LPGA 也就是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的台湾锦标赛 都在这个美丽华球场会举行这样 然后不过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这个美丽华就是成立的工会 那工会目前大概有就是40多个 30-40个会员 那组成大部分都是厂务工 那厂务工是什么呢 就是负责这个整理跟维护占地 大概有82公顷的球场面积的员工这样 那82公顷大概就是115个足球场的大小左右这样 那其次工会的员工之外还有就是清洁工这样 然后这个LPGA这个锦标赛呢 就是会造成他们很大原因 跟他们的劳群有关 就是因为通常就是在比赛前后 员工的加班情况会非常的频繁 那比如说工作时间都长达12个小时 而且当月份会禁止休假这样 然后2017然后有趣的是就是2017年的总统蔡英文 还有2019年那总统都有到这个梅丽华球场 亲自到这个球场参加过这个LPGA的活动 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众所瞩目的一个高额夫球的比赛 其实在不只在台湾在全球各地 其实也都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个竞赛 甚至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总统蔡英文两度 也到这个球场去举行这个开球 不过我想不晓得蔡英文总统是不是知道 是不是知道这个 他去主持着高额夫球的开球赛 或者是全球瞩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 其实也出现了有关于劳动权益 甚至发起了罢工的问题 有罢工的现象 那其实这不是美丽华工会的第一次罢工 我记得大概在2016年左右 或者在2016年左右 大概也有类似的这种罢工行动 可以告诉我们这两次的罢工行动有什么不同吗 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团体他罢工这么短的时间 他罢工了两次呢 就是他们美丽华工会罢工了两次 那其实就是简单说的话 其实都是就是有那种公司想要瓦解这个工会 所以就是大量的违法解雇 然后所以就是公会罚起罢工 不过他们的细节上还是有点差异这样 那我就引用这个公会的监视黄阿海先生的说法来说 就是他在20...就是他们说他们公会呢 2016年成立 那成立之后呢 就是一直是公司的眼中钉这样子 然后他们第一步 因为他们第一步就先追讨了加班费 因为我说就是在前面那个比赛前后 其实他们的公司都超过上限 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加班费 那所以他们就是先成立公会 然后追讨了加班费 那成功了追讨加班费 结果在2018年的时候就找到公司清算 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次罢工 那那个时候呢 公司预计分三批来解雇这个 那个40名 那个时候有40名的常务工 所以第一批就解雇了 吴雨景解雇了18个 那里面有15个就是公会会员 那所以那个时候公会发起的第一次罢工 然后呢 在历经12天的罢工之后呢 公会成功跟公司签下了团体协约 那这个团体协约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美丽华董事长黄世杰呢 跟公会就是承诺 所以在有盈余的情况下会加薪三% 然后也会发放年终奖金 然后在使用外包人力之前呢 会跟公会协商 那如果还有之前那个违法解雇的会员会 如果裁决通过的话会全数负职等等 那如果资方没有履行 这个团体协约会怎么办呢 他就是需要赔偿这个工会600万元这样 所以后来这些被解雇的会员 有再回到公司去上班吗 有好像有10个有 就是成功负职这样子 那结果呢 就是大家就是其他公会员就很安心 因为就是如果你资方没有履行团协的话 你要赔偿我们600万元嘛 那以为大家就说啊 相当无事 以为公司不会乱来 结果经过一年 就是2019年没事 结果在2020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然后公司又就是违反了团体协约 然后他们就是没有在跟公会协商之前 就是引进了这个常务工的外包人力 然后在事后之后 就是公会有跟公司说 你不是跟我们签团协了吗 这样 然后可是公司都没有想要跟他们协商 所以公会呢就跟劳动部申诉 这是请求一个叫做 无当劳动行为裁决 那劳动部的裁决结果呢 也是就是说资方确实违反了团体协约 那公会可以请求公司赔偿 就是协约金600万元这样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劳动部的裁决结果 但是劳动部本身对于公会的这些诉求 有进一步的回应吗 或是对于现在的罢工的这种状况 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吗 就是其实他们会觉得说 就是劳动部的裁决会有点慢 因为就是公司其实也没有什么领 因为就是或是说 比如说像这个 有这个裁决之后呢 公司就就是 公会就是去打诉讼嘛 就是打这个违约金的诉讼 结果其实公司 其实没有就是停止他的作为 公司就是继续 突然在就是今年4月8号的时候 把这个公会干部 公会的这个理事长黄文正呢 跟很多公会干部 然后叫到的台北总公司 然后跟他们说就是 今年我们在5月8号的时候呢 要成立三家子公司 然后分别是信中信美跟美信 然后我们会在5月8号 完成这个企业分割程序 那因为我们分割了 所以我们会把母公司的员工 拆到三家子公司 那依据就叫做企业并购法的东西 的第16条跟第17条 那主张说公司在分割之后 经过新旧雇主商议 就是新的雇主 新的雇主跟旧的雇主商议之后呢 你们这些员工呢 被不予留用了 那其实就是解雇的意思嘛 那公司也说这个没有违反老基法 那就是据黄文正理事长的说法 就是他们当天是被骗去公司开会 那他们因为他们是他们的 主要上班地点在林口嘛 所以他们要回去林口的时候 就已经被挡在求藏入口 他原本的东西还有车子什么的 都要打电话报警 请派出处的员警 再拿进去才能再拿出来 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公司他拆成 自己拆成三个公司 然后就因此也解散了 这个去除了这个工会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呢 他们就是公司主张 就是透过企业并购法 第16条第17条 就是新旧雇主上一之后呢 就是解雇这些员工嘛 可是问题是 就是新旧雇主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都是理事长 都是董事长 对 黄世杰 那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非常的愤恨啊 那真的企业能够用这样的 欺评法来解雇老公嘛 这样 所以可以吗 在法律上面他真的可以吗 那这个过程当中 劳动部有对于这一种 资方用这一种取巧的方式 例如说你刚刚谈到 这个董事长是同一个人 然后事实上他里头的 可能包括资金的组成 或是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是他其实看起来 只是特别要针对劳工去开刀 那如果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子的话 那劳动部的态度又是什么 那其实这件事蛮特别 就是其实新北市服劳工局呢 还有劳动部 其实都是站在工会的立场 就是应该是说有发新闻稿 然后来说工会做的是对的 然后来批评公司 这样比如说在 事情发生之后几天 就是4月12号的时候 这个新北市劳工局 就发了新闻稿 说如果并购后的子公司 跟母公司具有实质同一性 就是雇主并未变动的状况 那比如说哪些状况呢 比如说像董监事 过半数以上相同 那或是说资本额一半以上 是有就是相同股东出资 那其实上是有这个 员工室操控的状况的时候 母公司就不能假借这个 契义病法来解雇老公 已经说不行了 那老公局特别在最后 警告梅丽华资方 说就是这类就是 这种滥用法人格独立的原则 来逃避的 逃避雇主义务 然后借机打压工会的做法 这是在国内 已经有很多个案例 是被判决败诉 那忽 特别呼吁就是资方 就是不要心存侥幸 但是资方还是依然雇我 对没错 资方还是继续就是 做更坏的事情 就是然后 对然后就是 因为他们就觉得说 那这个劳工局的说话不够大声 那劳动部的意见是什么呢 所以立委这个 秋显志呢 也都有在这个 4月21号的时候 有咨询劳动部部长许明春 那许明春也认同说 这个的确是问题很大 那他也认同说 就是美丽华工会 就是可以依照工会法 进行组织变更 就是把原本 他们原本签的团协 只有包含就是美丽华公司 那这个原本这个团协的范围 保证范围到底能不能包括其他 三间新的子公司呢 那他们认为是可以 就是透过进行组织变更的方式 那其实这也是 他们工会很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 因为他们拆成三间子公司 就是每间子公司的员工的数量呢 都刚好不超过30个人 分析是27个 28个跟24个 那依照现在的法律 未满30个人 是不能筹组工会的 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这点嘛 那现在劳动部也说 你可以变更章程了嘛 对不对 所以工会呢 也依照这个劳动部的指示 变更了这个组织章程 他们把工会名称改成 梅丽华公司 季子公司企业工会 那这个东西 也有经过新北市劳工局 换罚证书 所以他在法律上是合法的 就是包含 所有母公司跟子公司的企业工会 不过他们在5月10号 跟公司劳资协商的时候 公司就直接不承认 他们就是革命之后的工会 然后他们认为 就是工会没有资格 然后最后协商破裂 然后他们也在当天 发起了这个 就是5月11号的时候 发起了罢工投票 然后经过就是内部同意 然后就是29票同意 1票不同意之后 取得了合法罢工权 然后宣布呢 在5月11号凌晨3点半 开始罢工这样 然后也在球场 入口有拉起封锁 罢工封锁线 那他们的新的诉求 就是希望公司 能够承认公会的合法性 然后重新签订一份团体协商 就是包含说 没有跟公会协商之前 不能解雇公会会员 然后未来的那个 常务人力正值 至少50个人 他们选择在3点半这个时间罢工 就是也是因为就是他们 产务工通常都 这个时间给开始上班 那不过就是一直到现在 或罢工到现在 其实资方都没有理他们 然后或者说是有劳动部 或是有劳工局的 还是都没有用 就是他们到 罢工到现在一直超过一个月了 所以这看起来 连劳动部都觉得 这种所谓的工会改章层 然后效力 急于其他的职工师 这个本身是一件合法 所以他们也这个依法来进行罢工 因为罢工本来 就是一个法律的保障 可是相对 我们又看到资方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就是好像 不管是新北市劳工局也好 或是劳动部 都已经比较从 劳工的角度来去看这些问题 但是面对的是一个 更强硬的资方 因为资方是不承认 这个工会的存在 那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那资方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 去面对这个罢工的工会 会把他们解雇吗 会觉得说 你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就把他们开除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过头讨论相关的话题 为新北市领口的美丽华高尔夫球场 在2018年曾经是因为工会成员被解雇 发动了罢工 就今天是传出 劳工不满资方 罢工师拆成了四家 又解雇了多名工会成员 所以在凌晨的时候 发动吴玉景罢工 拉起罢工就查现 隔绝球场的出入口 位于林口的美丽华高尔夫球场 再度爆发劳资争议 工会不满资方 把公司一分为四 又解雇好几位工会成员 所以经过了会员大会投票 在十一号凌晨三点半 但吴玉景宣布罢工 工会指出自方在四月初宣布 除了美丽华之外 要在拆成信中 信美和美信三家子公司 并转移员工 后来是以经营所需为理由 资遣工会成员 工会修改了章程 并跟名称并提出劳资协商 但劳资调解不成 才发动罢工 而且在2018年 就曾经因为资方 解雇了十八名工会成员 导致劳房发起十二天罢工行动 没有想到现在又发生争议 我们劳工局这边 已经召开四次的会议 但是双方没有办法达成 达成共识 后续的部分 大概我们劳工局的部分 就是会尽量 让他们双方 就是看安排他们双方竞速协商 今天没有办法打球的朋友们 说声抱歉 对不起 我们当然也希望美丽华工会 已经那么有诚意的希望 也能够协商了 希望球场赶快的回复到谈判桌上面 因为一年不会只有一场比赛 罢工行动展开 首当其冲的 是球场在十一号到十四号期间 所举行的赛事 公会在下午前往比赛主办方的公司致欠 该公司也宣布取消赛事 并将退还报名费给报名者 新北市劳工局也呼吁各界 尊重理解罢工行动 呼吁要资双方 赶快回到谈判桌 重启协商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 管中翔 我们的节目是由公众集资 捐款的方式来经营 来运作 欢迎大家捐款挺公库 让这个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节目 可以持续的做更好的内容 更棒的内容 让我们更能够透过节目 来对议题有深度的讨论 对社会有更多的关心 今天一样是公库非常重要的 单元Report Story 就是要由公库的记者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在采访现场的所见所闻 他们在采访现场当中 看到的一些观察的现象 也跟我们谈他们所看到的议题的本身 在今天线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公库的记者吴隆景 隆景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刚刚谈到美丽华这个事件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他们想要透过企业分割的方式 然后去削减工会的力量 但是工会其实也有一些 在法律上面的解释 例如说他们就把工会 依法去延续到三个不同的公司 所以在目前看起来是在这种 不同的法律战上面的一些僵持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历程 不过如果回到法律跟现实的本身来看 你刚刚谈到他们其实要把 这个公司分成三个部分 但是我觉得有个前提 也许我们可能要先离境 就是那么在罢工之前 或者是在目前为止 这个公司的分割已经完成了吗 还没 就是非常特别的就是说 就是公司他们宣称 就是五月八号要完成分割嘛 那其实直到五月十二号 就是在四天之后 劳工局才收到他们的分割申请 就是他们根本就还没开始分割 也还没分割完成 他们就已经先用这个理由 在四月八号的时候 就已经先解雇一大堆劳工了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说 资方其实态度都非常的 就是拒绝协商啦 像是他们开始罢工之后呢 新北市劳工局又只有两次 就是邀集劳资双方进行协商 不过资方都拒绝出席 那甚至呢 他们在罢工期间还继续说 因为罢工嘛 那罢工超过三天之后呢 最开始有很多 大概十几个工会会员 就收到了这个村镇信函 那说他们 就公司说他们 因为连续矿值三日 所以被解雇了 那这个算是 这个算是有点第二波的违法解雇 那其实就是在罢工期间 就是劳工 法律上给予劳工的权利 就是说你不能 就是在罢工期间解雇劳工 就是你虽然可以 就是对 就是这点 就是也被劳工局 就是新北市府劳工局 又发新闻稿 就是强烈谴责资方 就是他们说 他第一点就是毫无协商诚意 然后第二点就是违法解雇工人 就是说就算劳工在这个期间 没有提供劳务 你雇主其实是可以不发薪水 不过你们的劳动契约还是存在 那所以不能在这个期间解雇劳工 那劳工局 所以所以劳工局说 他们会跟劳动部 还有其他部会反映 就是比如说 可能会暂缓公司的纾困补助申请 也会暂缓企业的分割程序 这样子 我想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尴尬的一种状况 而且这个市方看起来是硬干 这个硬干 也许到时候可能有 有可能会被这个官方给纠正 或者是他可能会进入到 某种的诉讼的程序 那在这个罢工的过程当中 看得到这个资方的态度 是非常非常的强硬 那在罢工的现场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就是我们知道 在很多时候在罢工的现场 有时候 刚看到是一个法律态度 上面的强硬 可是有些资方在于罢工的现场 他们也会用一些方式去干扰罢工 不管我们过去看到的长楼也好 或者在台湾历来 这个各式各样的罢工当中 也会出现这种画面 在美丽华罢工也有这种情形吗 有 就是他们在罢工当天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在5月11号 5月10号到5月11号之间 就是宣布罢工了 那在5月10号当天早上 其实有一个美丽华球场 本来要举办 就是2021的 Lexus的车组的高尔夫球赛 所以那一天 就是5月10号开始 就已经有非常多的保全 彻业助手 那特别的就是 就是工会干部就是黄阿海 有说这个保全呢 叫做丁杠武名 三杨杠武 四名天鹰保全 那一般都是负责 就是人身安全的这样子 人身保全的这样子 就我去保护就是保护球场 那其实就是有一点像是 有感觉要对付工会的感觉啦 那就是甚至有一个保全啊 就是恰隆恰后 然后在现场声称自己 就是梁山特型退役的军人 然后对着工会会员 就是这样子都说 来断挑 有种出来一打二这样 然后警察在场都没有介入这样子 那我们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报道 就是但是就是看 就是苦劳网的报道 就是那个时候警察 就是没有介入之外呢 他们还说就是 他还要等新北市府的劳工局 到场认定 那个罢工是不是合法 否则不会干预 那其实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很奇怪 其实他们已经是合法发起罢工 就是首先他们就是条件 没有成功嘛 然后就有投票 然后这个他们就是取得 合法罢工权 所以可以合法设置的这个罢工封锁线 就在设置线的时候 居然被保权阻挡 然后就还被 还有恐吓的感觉 那反正最后就是 早上九点的时候 就是科长就到了 到了现场就说 对他们是合法的罢工 合法可以设置罢工封锁线 所以那个工会就开始 要拉完封锁线 开始搭罢工棚的时候 这个时候保权又冲进去 又说就是 又看着发生推起冲突 然后被警方拦下来 就是很 有点嚣张的感觉吗 不是说要等劳工局吗 劳工局已经说 他们是合法了 结果最后还是被推 还是推击这样 那最后好不容易才 就是搭建了这个罢工棚 我想大家有个基本的观念 就是罢工是在台湾的 劳基法 或相关的法律当中的 保障的范围 那当然罢工会有 他一定的这个程序 以及他的范围的一些限制 可是要提醒大家 罢工本身这个行动 是合法的 而这个一旦是一个 认定合法的状况底下 这个警方是应该要去保护 这个罢工者的权益 要不然这个其实常常会变成是一种 所谓的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冲突 或者是造成资方跟劳工之间 特别是发生的肢体冲突 都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这样子谈下你会发现 美丽华这样的一个公司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比赛 而这些比赛都是灌溉云集的 这样的一种画面 可是说实在的 从刚刚的这个讨论 如果我们刚看到 不管是从工会的角度所说的 或是劳工局 或者是劳动部角度所说的 都是一个正确的状况底下 我觉得这其实对这个公司的形象 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可是他又办了一个灌溉云集的 这种比赛 说实在的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而言 这样的一个比赛 或是这种公司 不管是直接间接 也拿了很多其他企业的补助 跟这个所谓的政府 甚至是政府的补助 这样的一种做法 或是这种补助 或是这种协助 恐怕对政府的形象也不是很好吧 这个就是对于合法罢工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一般民众或警察 是不太了解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就是工会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有邀请 就是立委去简直跟 那个阳明科大的副教授 就是邱宇帆老师 到那个直播来说明 那他们都有举到一个例子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 就是他们是工会是合法罢工 那为什么第一时间 警察还要等老公局的官员呢 就是他们说 就是举了这个2017年的 普莱利罢工事件 然后那个时候呢 普莱利公会也是合法发起罢工 结果警察到场处理的时候 居然突破这个封锁线 还逮捕了就是罢工的会员 还推起冲突 也有警察受伤 或者是有员工受伤之类的 那最后发现是乌龙一场 就是他们是合法罢工 那合法设置封锁线 所以检察官 还有跟劳工道歉这样 所以 然后 那个 邱宇帆老师也有感叹 就是说现场的警察 跟自方好像 思维好像停留在原始时代 没有人相信说 这个国家有罢工权 因为那个工会每一个人 就是手上都拿着一张公文自保 就比如说工会成立的证书 调节不成立的会计论 就是他们合法罢工的证明 这样子 然后对于就是保全的行为 邱贤智立委也有说 就是 其实依照就是劳资争议法 合法发起的罢工 警察应该要就是确保 这个劳工能够贯彻他 法律保障的权益 比如说这些保全 如果有就是伤害 有恐吓的行为的时候 警察在现场应该要阻止 或者说应该要劝导 或以现行办逮捕之类的 不是就是静静的待在那里 然后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工会他们也有一个诉求 就是说他们常常会提到 就是2017年跟2019年的时候 蔡宇文总统有到这个LPGA 的活动开场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个LPGA呢 是因为就是这个LPGA 就是体育协会 就是政府会 政府的体育署 那只要有办 有举办 那他就会补助这个协会 大概2000多万 就像2017年跟2018年的时候 补助2500万元 那2019年的时候 补助2720万元 那所以就是会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要要求体育署 那在这些协会 就是已经发生过两次罢工 还是决定要在 在这个球场办的时候 比如说像今年10月的时候 就是也有这个LPGA的 好像也应该 也是在这个球场举办 那在这样子球场 这是劳资关系 恶劣的球场 是不是还要继续 容忍这个协会 在这个地方办这样子 那黄阿海就是这个 工会干部也有说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很恰巧 就是2017年 就是总统到球场 会完干之后呢 2018年 就是工人就被大量解雇 然后2019年呢 总统又有参加LPGA的晚会 那结果一样隔年 2020年 这个公司就违反团体协约 然后再度瓦解工会 所以就说 就是总统来完之后 我们好像就被用完 就丢了这样子 我想这是一个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 或者是国家在支持这些相关的企业的时候 都应该一并是要考虑进来的 就是这常常是一个上下之间上下链的这一种连结的关联性 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 其实现在是疫情的期间 在疫情的期间 罢工其实不太容易引起关注 甚至也可能引起的社会的反感 那刚龙姐跟我们谈到 为什么会有罢工的因素 为什么他们持续罢工 可是说实在的 罢工的一个目的 除了去展现自己的这一种所谓的团结的样貌之外 其实也希望能够号召或是动员这个社会大众 来去关心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想可以分两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 这一场罢工的行动到底有多少人关心 有多少的媒体关心 从我们当然所谓的立内媒体 独立媒体觉得这个罢工是一个很我们重要的议题 可是就你的观察在台湾的媒体 所以这件事情的报道上面 或是跟其他罢工的这种事情上面比较 例如说华航的空服员罢工的比较上面 有什么样的不同 那第二个问题我想要再请教的是 那从你们自己的观察 在这个罢工其实很难去动员到社会更多的人来参与 因为这个是疫情 而且有法令上面的限制 那这个罢工行动是怎么样持续进行的呢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媒体的声量 那其实就我观察好像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任何组的媒体有报道吧 就是这个美丽华工会罢工的事情 那大部分因为现在疫情 就是神无他们宣布罢工的 他们宣布罢工的当天 其实就是在那个疫情开始变得更严重的时候 然后那跟华航不同 这华航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常常 可能还有主流的是还会就是24小时开直播之类的 然后天天都有报道 然后在说谁新的说法什么的 然后连劳资协商会议都有报道 然后这个可是美丽华工会就比较没有 因为他们就是可能是比较就是 秋场的员工或劳工什么之类的 然后大部分的人也不认识说 就是说这个秋场的劳工在做什么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 他们在罢工的遇到这么疫情严峻的时候 要怎么办 就是第一点就是就是他们的劳资争议被延后了 就被延后处理 比如说他们4月8号就是解雇就 就第一波解雇 他们其实在4月12号就有就像老都不提起申诉 但是一直到两个月后 就是6月2号才召开第一次调查会议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在罢工期间的违法解雇 这个到现在已经也已经申诉了 但是到现在还应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处理到 那不过工会他们其实也没有放弃 他们就是一直持续有在推出就是一些活动来维持他们的声量 不过就是维持疫情的关系 像说他们就是把罢工棚内的人有控制在10人之内 然后室内直播的时候也不超过3个人之类 然后都有戴口罩 还有维持是社交距离 比如说他们5月15号团结晚会当天 那个时候双北 就只有警戒就提升至三级 所以他们当天就直接改成线上晚会这样 然后理事长高空抗争102个小时之后呢 下来就是苦行从领口走到总统府7个小时抗议 他们也只有派了就是8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围席1公司以上的就是社交距离这样 然后他们还有就是新北市府务动部啊 然后立法院门口抗议都通常都指派两个人而已 但是其实就是警察或官员就是都可能都觉得还好吧这样 所以不过他们目前就是继续透过直播活动 再邀请车站立委会学者来谈争议这样 然后最近是开始就是自制纪念品的募款活动这样 不过就是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就是还是没有这么主流媒体报道这样 然后对这个对这点的这个邱宇凡老师就有说 他就是他认为就是罢工的力量原本就是靠人数有势嘛 那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让这个力量有很大的落差 比如说像是疫情期间这个高尔夫球场本来就会停赛 那对职方来说你罢工对我来讲影响没有影响 对对没有影响就是没有人要来球场 那你过来球场工作也没差这样 不过就是就算如此 就是工会还是要坚持要罢工 要守在那个没有人会去的球场 还是就是显现出这个问题的迫切跟严重性 因为他们就是被解雇了嘛 之后就是疫情恢复之后他们就没有工作了啊 对然后不过就是有一点奇葩 就是说在疫情爆发之后 就是劳动部呢他有发函就是要求工会停止一切的 工会活动 虽然说这个工会活动不包括就是罢工啦 不过就是邱老师就有说就是这个课程呢 可以改成线上 就是他的停止活动就是像是劳工教育 对劳工教育的活动 就是那他说那这个劳工教育活动不能改成线上举行嘛 他就举例说就是疫情会让劳资的争议变本加厉 比如说像是疫情期间被扣薪或解雇 或者说你雇主不允许你在家工作啊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或者说要求你到就是疫情严重的地方工作 这种问题该怎么应对那所以劳权的教育反而更加重要 那政府应该就是推广劳工就是线上方式参与 就是直接禁止公会举办问题哦 嗯嗯嗯嗯嗯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流媒体没有报导 我想一部分是因为台湾的媒体对于主流媒对于这个劳工的报导 除非是一些特别的状况特别的抗争相对之下比较激烈 或者是呃像华航的什么高颜值的罢工 要不然其实台湾的媒体这类型的罢工像罢工的罢导 本来相对之下就会比较少 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当然也是疫情的状况 疫情的关系 所以如果不是呃如果不是特别关注这些疫情的媒体 我相信很多的记者即使有心他大概也不会被指派去跑这样的一个线 这些状况都是可以理解 所以呃除了这个罢工者或是工会的持续的挺住之外 政府的态度恐怕也是很重要 那这个政府是不是要维持他原来的这些看法 然后呃给予这个罢工相关的这种保障 或者是在法律上面有这个合适的解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立场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报导这样的一个事情 即使呃在疫情这么严峻的状况底下 那工库的记者仍然在做相关新闻的报导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导其实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少 那但是说实在的对我们而言 我们虽然在外面跑也是会让大家很担心 我不晓得呃龙井在跑这一则新闻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 一个其实你刚刚谈到这个罢工在开始是三进半夜 或者是其实林口的高尔夫球场呃可能对你们来讲是一个比较远的 那第二个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底下跑新闻对你们而言会不会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在心理上面或在身体上面很大的压力呢 呃就是那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跟到一开始就是5月10号5月11号第一波冲突这样 嗯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可是这个事情很重要是我们觉得还是要跟所以在那个他们苦行活动的时候 就是也是半夜三点之后那个理事长会从那个高空台上下来 然后我们就决定说我们公库记者我们两个跟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就决定说我们要去一趟这样 然后所以我们大概凌晨半夜半夜出发然后大概凌晨两点才到 那我大概起了一个多小时的机车这样 嗯那抵达的时候呢就是夜深人静没有人然后可能会可能有人在睡觉 不过他们就是三点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才会开始苦行这样子 然后之后呢也是是理事长就结束了这个102个小时的高空抗争 那高空抗争就是他们就是在那个那个高空作业机上面 就是有三层楼高的高空作业机上面一个人在上面 然后三餐也都是这样吊上去给他吃这样子 结果他一结束这种没办法好好休息的这种长时间抗争之后呢 马上就从这个领口经过三重走到就是徒步走到这个台北的总统府 那大概有25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七个多小时这样超累这样 对然后我们其实身体有点我们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就是身体就已经没办法承受 就是我们大概跟拍到明晨五点半我就先回家睡觉 然后这是早上在早上的时候再出发去就是苦行的终点 就是等他们 所以我其实早上九点半的时候他们还没走到 就是他们还在忠孝桥那边 然后我就走跟着走了快一个小时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天就是高温其实34度超热 然后因为没有什么遮蔽物 然后我就是回家的时候就整个中暑到不行 就是我很难想象他们在这个状况下走了七个小时 结果当天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主流媒体管住这样 那在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公库是怎么在进行持续的报道 其实现在会就是发记者会就是到现场的 虽然说梅里华也很少了 但是我们就是还是会去就是带口道什么的 那现场他们都会维持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的记者会 如果是要到现场的话 他们都会维持大概两个人而已 然后无论是梅里华或是其他的工会的活动 因为现在就是工会会一直出来抗议 因为他们的老权是被挤压了 然后对那我们 就是当然会有一点担心 就是因为没有打疫苗 然后但是也就也还好 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还是很重要 还是需要到现场 那大多数都会改成线上的直播 这样我们也可以就是跟着 所以我们都是有一些报道是看着直播写的 我真的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真的要基本的防护都应该要助理 当然我们其实也会希望政府 也把这个记者纳入到这个第一线的 这个公共的虽然不是一个公共资讯 但是一个不是一个公共资讯的维护者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资讯的 采集者跟告知者 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即使在罢工有很多东西是停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很多都停摆 但是罢工的行动仍然是持续 也应该要有更多人来关注 这样的一个议题 今天非常谢谢龙锦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一次我们再来继续谈 report story的这个单元 谢谢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